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多家知名机构日前对台积电发出了新的看法。 首先,投行Needum日前发表言报,与台积电买入平等,并将目标价从225美元上调至270美元。 Needum预计,到2029年台积电的人工智慧AI业务营收将达到900亿美元。 该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近15%。 Needum分析师Charles氏表示,基于台积电公开宣布的AI营收目标到2029年达到约900亿美元, 以及AI加速器的预期销量到2030年达到约5000万片。 他们构建了AI晶片需求模型,并发现台积电无需实现大幅单位产量增长,就能达到这一目标。 随着封装内运算晶片数量的增加,以及向定制HBM基本晶片的转变, 吸含量的显著增长应能确保在4年内,AI营收快速增长至约900亿美元。 Shi还表示,台积电2026年AI业务的营收增长可能会放缓,但到2027年又会再度回升。 他解释道,由于AI加速器单位产量下降,以及会打Rubin晶片架构中锡含量的增长停滞, 他们预计台积电的AI业务营收在2026年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 不过,他们预计台积电的AI业务营收明年仍将同比增长20%, 展望未来,随着Rubin Ultra和非奈米N晶片架构的稀含量增长, 他们预计到2027年台积电AI业务营收将大幅加速,同比增长率将接近40%, 到2028年则将达45%。 另外,花旗发表报告指,虽然预期台积电下半年展望相对平稳, 但认为其很可能超越全年指引,受惠明年智慧型手机向2奈米技术迁移, 及人工智慧晶片向3奈米技术迁移。 该行重申对台积电买入平等,目标价由1100新台币上调至1280新台币。 摩根士丹利近期调查显示,台积电2026年CoreOS产能有望同比增长超30%, 这对辉达和AIASIC供应链是利好消息。 不过,B30GPU运往中国的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中国AI资本支出。 初步预计,2026年云半导体增长强劲,台积电CoreOS总产能有望达9万至9.5万片, 意味着从2025年底的7万片起增长33%, 其中,CoreOSL可能会扩展到6.8万片, 显示Blackwell或Rubin需求强劲, 因此,适度上调了2026年CoreOS预测。 AI晶片测试供应链显示, Blackwell晶片的测试时间可能从目前的600秒至700秒, 反弹至800秒至900秒。 因新测试设备加入集,KYEC参与, 仍看好KYEC2026年市场份额。 关于AWSASIC大魔雀人Lchip是Trainium 3 XPU唯一供应商, Marvel将专注于XPUattach晶片。 预计Lchip的Trainium 3收入将在2026年大幅增长, 具体规模取决于台积电300米晶圆和CoreOS产能分配。 Marvel的Trainium 2生命周期上代观察, 其余XPUattach收入将共同决定2026年增长。 预计7月将确定Trainium 4设计服务提供商Lchip胜算较大。 高盛则上调台积电, 今年至2027年盈利预测2%至6%, 基于上调3奈米及5奈米晶圆收入预测, 部分因为对进一步AI订单削减的担忧有所缓解, 以及受客户采用率提高推动, 上调CoreOS晶片封装需求预测。 该行把台积电维持在确信买入名单, ADR目标价为242美元。 对于CoreOS, 该行预测需求将持续增长, 受晶片设计在智慧型手机、 伺服器、网络等非AI领域应用范围扩大推动, 未来将支援CoreOS更持续且多元化需求增长。 在此背景之下, 擅出型面板级封装FOPLP渴望接棒CoreOS, 成为未来AI晶片封装新主流, 包含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日月光、力程、群创、SpaceX全都要做, 业界指出, 主要就是看好FOPLP能增加大尺寸、 AI晶片产量并降低成本。 日月光投控在擅出型面板级先进封装布局超过10年, 去年投入2亿美元采购设备, 将在高雄厂建立产线, 预计今年下半年设备进主, 年底前进行试产, 明年开始送样进行客户认证, 未来日月光集团将在先进封装领域强化竞争力。 毕诚说, 公司面板级擅出型封装已小量出货, 并有重量级客户的高阶产品进入验证阶段, 该客户使用2奈米制成的高阶系统单晶片SOC, 搭配12颗HBM高频宽记忆体晶片, 使得整体封装成本高达25000美元, 堪称是目前业界少见的超高价值封装设计, 公司看好未来先进封装, 对于营运贡献, 渴望逐年增加。 投入FOPLP8年的群创董事长洪济阳强调, FOPLP产品已获客户验证, 2025年将大量生产。 洪济阳看好, AI热潮将推动高阶晶片需求, FOPLP能增加大尺寸AI晶片产量并降低成本, 群创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满足高阶晶片需求。 群创在FOPLP的ChipFirst先晶片技术方面, 可协助客户缩小精力的尺寸大幅度降低成本, 并维持高密度的IO角数, 同时降低整体的封装厚度。 以满足手机与行动装置欲曲严苛的厚度要求, 非常适合应用在NFC Controller, Adio Codec, PMIC, Connectivity通讯晶片的先进封装技术。 根据群创揭露布局, FOPLP三项制成技术蓝图, 分别是今年率先量产的先晶片, ChipFirst制成技术优先。 其次, 针对中高阶产品的重步线层RDLFIRST制成, 渴望于一至两年内导入量产。 至于技术难度最高的玻璃钻孔TGV制成, 将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 估计上需两至三年时间才能投入量产。 至于台积电来说, 该公司的擅出型面板及封装技术规格, 第一代版本将采用310毫米乘以310毫米, 比先前试作的510毫米乘以515毫米小, 宪正于桃源兴建试产线, 最快2027年小量试产。 业界分析相较传统圆形晶圆, 面板及封装技术可用面积更大, 台积电为严格控管质量, 决定先采用略小的基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